傲慢导致华为掌门人之女孟晚舟被抓 华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抓,将引渡美国 被抓的原因是华为不但偷窃美国的技术,还将它输送到美国明令制裁的伊朗 年初忠心也是相同的原因被美制裁,后放忠心一马,盖魏巨额罚款 这次华为没有这样的幸运,盖魏直接抓人,放到司法层面,可能是30年的重罪 把中国电信巨头的掌门人任正非的公主,华为的接班人,现今华为的财务总管抓起来,此事非同小可,且抓得时今夜相当惊人,及习川会谈的同一天 此手法一如习防美在海湖庄园期间,川普告诉习近平,我们的飞机已经将叙利亚的空军基地炸毁了,以此震慑习近平 相信抓梦女这样的大事,习必是当即知道了 因为梦女不是像中国一样失踪,而是抓后及有律师出面,并做了新闻禁止令 虽然新闻迟至3日才报道,为全球所知 华为偷窃美国技术并输给恐怖组织,在911事件前已经开始 这些年来,华为不但没有收敛,反而以代号F7进行活动,美国早已启动调查获得证据 因美国对中国的友好政策对此之作警告与罚款,可以说这是姑息养奸的政策 美国几任领导人明知,华为的偷窃,使中国科技站在了优势的地位,并用来帮助美国的敌人,使美国安全受到威胁 但都因巨派影响美中关系而隐忍退让,中美友好成了美国的政治正确,直到川普上台,感到是台的严重才开始出手,先是中兴,后是华为 也有助对中国的姑息养奸政策,使中国觉得没有什么好担忧的,渐渐地把这样的罪恶行为办公开化了 孟晚舟之所以胆大忘卫,以为中国厉害了,西方国家不敢怎么样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一点也不忌讳,偷了人家的东西还在人家门口晃悠,直到被抓才如孟初醒,这都是因为傲慢误判造成的 孟女被抓后,中方仍然认为美国不敢对她怎么样,并宣称孟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,要求美方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但是这一次中国可能想错了,美国既然敢抓就不会轻易地放过,何况有大把的证据在手 据报孟晚舟有美国的国籍、加拿大护照还有香港身份证,对此中国外交部也没有直接否认 那么中国更没有理由对美说三到四了,美国抓美国人是内政,美国人把美国技术偷送给恐怖组织,那是叛国行为 中国权贵有多国身份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二投吃,国内敛财,国外保险 不过算得太精明反倒是把自己算进去了,主动成为人质,让人问中捉别 这些年来将偷窃得到的技术用来帮助安全部门,获取中国用户的信息 监控民众的思想与生活,是中共专制政权的帮凶,在海外又帮助恐怖组织,威胁国际社会的安全 现在又在全球范团内推出武克,妄图在新一轮的信息技术中控制世界 是地地道道的科技犯罪集团,此次美国抓捕孟晚舟是正义之举 有人认为美国打击华为是为了争夺武克的主导权,如果华为这样的企业主导武克,那是人类的灾难